驾驶开着车缓慢行驶在车道上 前方一辆拖板车 上头载着一辆白色轿车 但是车头后方有两块灯车板随风不断飘动 过没多久时间灯车板竟然晃牙晃 直接掉落地面 这一幕让驾驶吓出一身冷汗 当时这名驾驶开车行驶在彰化福安桥附近 遇上一辆拖板车 后方的灯车板摇摇晃晃 甚至直接掉落地面 幸好驾驶当时已经开进内侧车道 才没有从灯车板上压过去造成意外发生 影片曝光后不少网友直呼真的很危险 驾驶怎么没有注意到 如果有人压过去怎么办 场面真的相当惊人 东西文在彰化报导